在面前中 智障了 嗨我是彧婷 嗨我是居然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位 非常熱愛八點檔的女士 非常著迷八點檔 也不知道為什麼 香蕉傳奇 你敢吃氣說台灣 以前我都看白魯斯的願望 泡阿蝦 金家好幸福 天之嬌子 現在天之嬌女 我每次都很想欺負 尤其是最近這幾集 就是一直走一個很讓人氣憤的劇情 沒錯 每天都說我要氣去 但是又氣不了 每天還是乖乖的準時在那邊看 而且我本來是完全不看 完全是被彥仁洗腦 洗腦到現在越看越氣 然後很難 今天就想說來點特別的仿妝 我這麼愛看八點檔 訪問演員的妝容之後 再演一段劇情 今天這一集跟植村秀合作 也就是他們的這支 走 那我自己的乾性肌膚 用他們UBA已經有很久了 巨人的話 油性肌膚 用他們新款的柚子節也有 那我們現在要先進行抽籤妝妝 OK 中間的嗎 好 你知道嗎 在家裡帶小孩 也不能出去 就只能玩這些遊戲 沒錯 就是找了點熱情 是什麼劇情 所以你要怎麼演啊 欸不對啊 我們誰演誰 抽獎 1 2 3 2 3 2 3 欸不對啊 我們誰演誰 要這種要求 我這邊怎麼演 我是怎麼演 你看他還是有微腮紅 可是他這個不是住院的時候啊 住院還有人打腮紅嗎 有些人有啊 有些人很漂亮 就像有些人會化妝去健身房一樣 九字要美女的 很白了嗎 真的假的 裡面嘴唇都要上到 蛤 真的假的 很白嗎 對 喔 NO 你會修容嗎 下面 從特殊的話 他的瀏海 我額頭身高 我會想要抽那個角色 哈哈 這樣子有沒有 並沒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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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世感的酒醜 跑明透 我須上高醜 哈哈哈哈 沒關我 啊 許迷頓 啊 哈 啊 啊 王明鳳 你都不要管我 你看這條水晶球 水晶球 放出羹 王明鳳 你都不要管我 你看這個湯條 這個湯條 三方出光蒙 太快了啦 你甩這麼快 我眼睛叫不上 我怎麼會甩啊 我這樣甩才不會甩啊 我慢慢甩會甩啊 我眼睛會累耶 好 王明鳳 你都不要管我 你今晚看這個湯條 這個湯條 這個湯條 因為你 因為 但你這麼多湯條 好 這個湯條 上發出光芒 你 很辛苦 都照光蒙 你跟著光蒙 做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 有很多花園 感覺很快樂 很開心 因為這個花園 都是你最愛的花 你現在 伸手 把一朵花 什麼花園 是什麼花園 是一個 很難的 紅玫瑰 很漂亮喔 這個公務員的花 都是你最愛的花 但是 不單單一朵花 這個公務員的花 下面 有 很多很多草 你看到 所以 你現在 要 動手 把湯 爆掉 唉唷 湯怎麼會這麼多 阿爸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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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湯 就是你的煩惱 你現在 慢慢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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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我會 倒三天 爆 爆完 然後 你的煩惱 就都沒有了 現在 你的花園 都 一剩一朵 玫瑰花 你現在 感覺 什麼 煩惱都沒有了 你要 趕快回來喔 等一個湯條 你停掉湯條的聲音之後 你 對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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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 就窮就長的快樂的夢 我講很好耶 不要講啦 等你 情心了喔 你的煩惱都沒有了喔 你知道我揮到我手快痠死了 我看到我眼睛也很痠耶 我只會要揮成這樣 我只會要揮成這樣 十塊 十塊 演台語劇難的是什麼 你要講台語的時候 你去演戲 重點是台語的那個精髓 那個愧口 然後那個 演出來的感覺 你要全部融合在一起 其實很難 演得真的很敬業 很厲害 非常專業 現在呢我們要進行卸妝的部分 我們今天來用紫春秀的結顏油 來做卸妝 出社會後的第一個遇到的 他被我們嚇到 出社會的第一個週年慶 然後我就去紫春秀買了他們家的結顏油 一用用到現在就五年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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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齁 他被你嚇到 我們先卸完妝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愛他的原因 欸這樣有修容欸 像我們那時候去拍婚紗 這就是超好卸 一下子把它弄下來 重點是它卸得乾淨 有些卸不乾淨的時候 臉會很油 一定要乳化完全 很多人說 我很怕用卸妝油會長痘痘 但是一定你乳化沒有完全 好啦我們卸妝完了 現在呢就是要來分享我為什麼可以用他們持續用了五年之久 然後都沒有用其他的品牌 我是敏感性的乾淨肌膚 然後又有循麻疹 全南奇蹟精脆結顏油 在這邊我要先說就是很多人聽到是油類的卸妝品 其實都會嚇到 就像我剛開始一樣 因為我剛開始其實是用乳 不管是在保養程序 或是卸妝這個程序 只要是聽到乳 就會覺得它其實比較溫和 那油的話就感覺好像塗了一層 比如葵花油乾啊 有在臉上做保養 那如果悶住的話 就很容易暴動 反正我們對於油類這件東西呢 既定一下就是覺得它就是會長痘痘 對 那通常呢其實會暴動的原因最主要 我們乳化沒有完全 我們就要先在手上沾一點水 讓它乳化 在臉上乳化完全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卸得非常非常乾淨 裡面有99%成分的植物油萃取 在卸妝的時候同時有精油在做保養 同時保濕 然後又不會覺得臉皮卸完都很乾澀 尤其對乾性肌膚來說 我卸妝最怕的就是乾 就是不會讓你完全卸乾淨 但是你皮膚整個乾到爆呢 對你知道那種乾裂是你急速想要找任何保濕的用品去擦上它 但是你擦上它之後你臉不會馬上得到保濕的效果 你還會覺得有點乾癢乾癢 你看到我們現在已經卸完多久了還是覺得臉就是一個 彈彈的感 彈彈的不會嗎 摸起來就冰冰涼涼的 如果你真的乾的時候你會摸出來有點粗糙 然後有點粉粉 對那種柔嫩的效果就是不一樣 沒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他們家的原因 再來呢這個黃色這一款呢是新款的柚子精脆結鹽油 這一瓶呢裡面是柑橘精油成分 然後裡面有91%的天然植物萃取 重點就是因為它的精油分子很小 就跟U8一樣 進入毛細口容的時候才不會堵住 同時可以把彩妝給帶走 當然同時你乳化也會相對比較輕鬆 就像我們油性肌膚膩用一般的卸妝油 它可能會把你的化妝品帶掉之後 你就會一直洗一直洗 怎麼會一直掉用不下來那種感覺 幹嘛呀 乳化不完全它就是整個油在上面 像以前用那個不知道是哪個拍子的 就是很油會整個卸不下來 那我覺得他們家厲害的是 他們雖然是油 你洗完之後真的會覺得天啊好清爽好保濕 重點是沒有任何油膩感 它裡面添加了日本柚子的春群 那同時裡面也有檸檬酸跟維他命C 最難就可以調理肌膚大量出油啊毛孔啊 以及粉刺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兩支呢 在我心目中就是頂級卸妝油 如果你現在還在觀望那種卸妝產品的朋友 我真的覺得可以入手一罐子春秀他們家的結緣油 因為真的覺得太好用了 對於小隻女孩來說 如果你覺得專櫃是一個你碰不得的品牌 但是他們家的結緣油是我覺得你可以入手一罐 因為你都用了五年了 你今天也沒看到我在推其他牌子的階段 對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他了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等一下呢差不多 快點啦 對我們也要繼續看天使教練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 掰掰